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的是气象资讯 中央气象局指出周三之前 受到了华南云雨区东夷的影响 云多水气多 气温稍低 早晚也温差大 那么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请邦彦告诉大家 周三前受华南云雨区东夷影响 华东云多水气多 气温也偏低 日夜温差明显 不过11日周三起 阳光逐渐露脸 气温稍微回升 稳定天气预计将持续到周六 有计划安排大扫除的民众可以把握这几天 9号 11号 12号 其实就受到华南云雨跟东北季风的比较强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这温度大概在高温大概就22 然后低温大概18度 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会有一些水气影响 所以温度变化不大 但是水下雨会比较多 然后从12号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风向转变了 偏比较东南风或是南风的情形 温度就上升了 天气也变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影响的时间可能就是15号 15号我们可以看到开始温度高温也下降了 低温可能会加到15度 甚至更低了 可以因为那是期末了 所以我们还要看后续的变化 所以这一周大概就是三段式 前几天 前三天温度可能比较低 然后水气比较多 然后后三天从12 时34 温度可能就比较升高 然后天气会比较晴朗 然后15号那天我们就要看后续这个高压 究竟它的强度会强到什么程度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温度会降得蛮多的一个情形 受到封面接近影响 14日周六起将转为全台有雨的天气形态 预计到了15日周日 会有一波封面通过 即大陆冷气团南下 东半部地区将会有短暂雨 而气温凌晨最高 一路水的时间明显骤降 提醒民众穿着保暖 携带雨具 接着长报应 华林师报导